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白羊殿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田园风光了 我们刚才去划船了 钓了一条小鱼捡了一条鱼 捡了一条搁浅的鱼 我们暂时先住在这里 这是饭店老板的家 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 OK了 这就是饭店老板和老板娘 买了很多鸭蛋和鹅蛋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你又打回来了吗撤出 他费的让我戴上帽子 那个帽子 那帽子是我的 他费的带上肯定低卦似的 我马上就喝灯了 我们婆婆要出来了 我听见门的声音了 那要等待一会 还不出来 我们宝贝出来了 看我们宝贝穿的衣服 他穿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难看的 一个紫色外套 但是人长得还可以 大家看一下他的脸 他差点走光 他低头的时候 他低头的时候差点走光 你看 你看他少了一颗门牙在右边 而且更用的蓝金组合 脸上皮肤好了很多 当然刚才低头的时候差点走光 大家不要瞎看 他带了什么镜子 待会儿不知道 那可以看一下 他带了什么镜子 哦 他带的是 我给他买的 哭泣的 是我去日本开会的时候 给他买的 从日本 去日本开会的时候 给他买的 是哭泣的 行了就终于录到这儿吧 我们就马上去看很多灯了 看我们婆婆穿的世界杯纪念版的穹鞋 他在换他的那颗鞋 和那颗鞋是在电压买的 打了五折 打了五折 还一千多块钱呢 行 先录到这儿吧 我看着一个门夫 我还是第二个导演 第二职业是导演 第二职业是导演 如果想安排一个角色的话 请找我 十点之后 十点片 你看他的胡子 他是日本最有名的AV导演 他是 三年的职业经验 他就是包皮男 看一下 千万到那边来 有一圈睡衣的人 刚才看电影出来 他拍什么片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穿的是睡衣 他走过来了 导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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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他添愁了吗 大哥要旁 先录到这儿 我们要去看河灯了